好,各位同學,我們現在看看 CE-Physus Wave 885 年的第 25 條 Station wave produced in string by vertical vibrator 這樣的情況 然後 P 是 at the crash of an anti-note 現在 P 是在 crash of an anti-note 即s at certain instance 即是這刻它已經去到最高的時候 而且是 anti-note,它們最高點 What is the direction of the motion of point A at that instant 在這一刻,它應該向哪個方向移動呢? 好,這個就考慮多點關於 stationary wave 的特性 因為如果它是一個 traveling wave 我們的想法有點不同 如果是 stationary wave 的話 我們就知道可以向哪邊 travel 比如在這邊 我們就是把整個 waveform 向這邊 copy一次 比如說我想知道這點 那我會知道這點究竟在向哪個方向移動 原來是向上移動的 之類的 但是這次不是的 這次是一個 stationary wave 的 小心點 Stationary wave 會怎樣的呢? 其實有一些位置會不動的 就是在這裡打交聲這個位置 那這些就是叫做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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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位置是不會動的 整個過程 整個 waveform 在震動的時候 永遠不會動 永遠不會動 所以就叫做 node 那P呢 P呢 這次是一個 Anti-note Anti-note 那是什麼呢? 就是Node的相反 它會動 不止動 它是會動得最厲害的 那就是你見到 在這個 Craft的最高點 那就是Anti-note 位置 那這次是A點 這次是A點 那這不是Node 不是Anti-note 是中間這點 那我怎麼知道呢? 那因為呢 作為一個 stationary wave 在軸與軸之間 這裏一點點 這裏一點點 軸與軸之間 這裏的所有 particles 是會一起上一起落的 一起上一起落 即是 這裏每一顆 是會一起上 一起落 它會一起上到最盡 即是它們的 Maximum Displacement 即是它們的Emperative 而這一點點和這一點點 軸與軸之間 這裏的每顆 particles 又會一起落 這裏也一樣 會去到它們的Maximum Displacement 去到最大的 最大的 就是Emperative 在這個 A點 每顆 particles 都可以有不同的Emperative 而它們軸與軸之間 是會一起上 或者一起落 所以在這一刻 我們講解這一刻 P已經 已經是去到 At the Crass 即是去到最高點 即是去到最高點 它是在 最高峰的位置 所以即是去到 Emperative 即是 A 是在同一個 Node to Note之間的位置 它其實 都是去到 它的Emperative A這點 其實已經是 它的Emperative 即是它已經去到最盡 Maximum Displacement 當它去到 Maximum Displacement Emperative 的位置 其實它就會發生 在這一刻 只是這一刻 只是這一刻 就是這一刻 就會Momentary at Rest 剛剛在這一刻 就會 瞬時 靜止 瞬間之下 在這一刻 我們拍照 其實是靜止了 為什麼只要 因為V 是0 它發生了什麼 就是因為 它上一刻 它其實是向上 在這一刻 剛剛停下了 在下一刻 它就會開始向下 動 在下一刻 它會向下 動 因為它發生了一個 Change Direction 的情況 所以 AV點 在這裡 其實 它是Momentary at Rest 也不是向上 不是向下 不是左 不是右 OK 就是Momentary at Rest 就是2